在節目開始以前 別忘記訂閱並按下小鈴鐺 不要錯過樂手槽的更新喔 如果你需要樂器的火力支援 也可以上樂手槽的YSOMART 大家好 我是小孤獨 去廖章開場 懷手看今天節目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傀儡在我懷疑節目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很特別的節目 其實我們以前都不太敢做 我又很想做 就是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我們今天要比較一個 價格目前看起來是6萬8等級的 綜合效果器 對上一個7500塊級的綜合效果器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我綜合效果器需要買到那麼好的嗎 應該是說很多買器材的時候 我們都會疑惑 我真的需要買到那麼貴的東西 對 我覺得以前還好 像以前那種頂規綜合效果器 大概1萬8 了不起 差不多我念大學的時候 現在旗艦機動輒3-5萬起跳 3-5萬起跳 對像 HELOX的完整版也是要個4萬 對 HELOXLINE6的頂規也到那個價格 BOSE的頂規也差在這邊 可是我近年我覺得最大一個特點 是我覺得從BOSE GT1 以後 就出現蠻多像這種 三個踏板 對 的小型綜合效果器 對 其實以前就有像ZOOM那些 可是我覺得 大概從BOSE GT1開始 它的規格開始慢慢被統一化的感覺 對 就是三個踏板 一個 營量踏板 對 營量踏板 對 這個樣子的型態 然後近年其實很多牌子 包括文外的時候 上面有賣的像NUXMG400 我咳嗽一下 我剛剛在調通的時候被搶到 OK 調通被搶到 對 所以MG400這一類的效果器 其實近年出了很多 對啊 然後重點是說 它的品質到底怎麼樣 就像我跟熊 我們可能調通腿已經調很多了 就這一台我們要調出 我們OK可以拿來表演Tone 是沒問題 就沒問題了 那我們幹嘛需要花那麼多錢買這個 偏低價位的效果器 跟高價位的這種綜合效果器 最大的差別是在控制性的不同 控制性 對 比如說像踏板的數量 比如說像這個就有 後面有很多輸出輸入 輸入出輸孔 後面動超多的 你可以做Send Return 然後你可以做 不同模式的輸入跟輸出 像有些人會拿它接主唱 主唱效果器 它可以接很多種樂器 對 然後它比如說有Send Return 比如說它的 什麼Output模式有更多種 這類的 那像MG400這類的產品 它就相對來說沒有那麼複雜 對 它可能該有的也都有 比如說 你需要比如說USB 你需要Light Output的 那個6.3孔 它也有 Axin也有 所謂高階重效果 比較多資源 它操控性上比如說 它踏板會比較多 對 像這個還有觸碰螢幕 然後它的踏板加旋鈕 有沒有就是有些 知識可以轉的 對有些有的沒有的一些功能 然後真的在高階重效就會有 它譬如說它音色的拓展 拓展包比如說像 以Camper或是QC來講 他們都有線上的分享資源的社群 對 然後它可以Capture Capture我覺得是還蠻重要的 對就是它可以把真實的音箱跟破音效果器 除了Fuzz以外 對 複製下來到你的Preset裡面 對 你有需要你就可以抓出來用 之類的 我要先再咳一下 你剛剛調一個 嗆蠟紅多少痛就對了 一直咳 那個痛在前 卡彈了 能串接的效果器數量 對因為像這裡面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只有滿滿一整排對不對 對 它還有三排可以用 它還有三排可以用 那可能像NG400就會有一些硬體上限制 它就是一排 一排可以用 我看到最下面這邊這一排 你能用的東西 比如說種類也有被限制 比如說像QC這類的產品 或是其實高階縱效都一樣 那可能可以同時開兩顆音箱 然後去做音色的混合 對 那這邊就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對高價位跟低價位的縱效 其實就是差在這些功能 而且實際上像NewX 反而它也有一些功能 是像Quark Cortex沒有的 像它本身有內建鼓跡 怕 今天不要給我開鼓跡喔 實際上我們 我覺得我們還是從音色開始去 講起這兩台機器好了 那我還是用我們的Preset 這樣子 其實我還是有修整一下 做了一些微調 對剛剛做了一些微調 因為畢竟年初跟年尾 就是它做音樂的想法 永遠不太一樣 無話可說 你要這樣講的話 現在拿著Maple紙版Telecaster的我 對齁 就吉他tone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修不修 但我覺得沒有差很多 我其實都沒有動音區 我只是譬如說Game的部分要怎麼加強 然後 音量剛剛兩個channel 兩個Preset balance 再做了一下這樣 對不對 沒有做太多的事情 OK 所以現在我要開始彈了嗎 好 讓大家複習一下當初設定的這個tone 嗯 那個C的Flat真彈的沒有很習慣 不過整體上我們剛剛看到熊在彈的時候 他就是按旁邊這個鈕 然後這個鈕按下去的時候 我們這上面會有一個S1 S2 S3 這個叫做Sync的功能 那這個是一個很現代很先進的一個功能 簡單來說就是他在一個Preset裡面 就他一個這樣效果器串裡面 他可以去調整他參數哪些要開哪些不要開 尤其是Paddle的部分 主要是Paddle的部分你要開關哪些東西這樣 對因為像簡單來說 像Quark Cortex他如果在切換Preset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問題像那種 有沒有聽到中間會中斷 那這樣的問題在很多綜合效果器上面有 當然目前有些牌子已經克服了 所以說呢就是像他的Sync模式的話 就是讓你不用切換Preset 就你不用換整個設定 對 你在一個效果器盤裡面就直接切換 這樣的話可以他在切換的時候 就不會有中斷 像熊文可以來試試看 所以Sync模式其實是一個幫助你不要讓你訊號斷掉的方式 那當然Quark Cortex也有加入這個功能 就是他有一個像我們可以稱讚就是Sync模式 好像我現在進入一個就他有幾個模式 不知道Stump Stump的話簡單說就是我開關效果器 然後他不同燈號都不同效果 像假如說 我需要一點空間器的話 加一點Reverb Chorus 然後呢像不同的顏色就是不同的 的類型效果器 像這種深藍色Chorus這種 淺藍色 我在想有什麼正檔 青色 青色 對就是他可能就空間系 然後呢像這種白色什麼東西 白色就是你等於說 你一個鈕有設定超過一顆以上 所以像我現在是切換音箱 然後Oversive 假如說看下去 OK 我看到Preset了 我頭好痛 這個就是控制鈕太多會遇到的困擾 QuarkCodex他其實也有Sync模式 對然後呢他就是可以在一個Preset裡面 切換不同的開關 那就是來改善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 像終於斷掉這個我覺得是硬傷 那個東西可能要改真的很難 所以有一些突破方法 那為了方便呢 你也可以去設定你每個踏板 是什麼東西 像我今天第一個是Clean 然後Metal的話 那我可能就開了一個破音的音箱 然後加上一個Overdrive 那我像我這個的話 我就是把Overdrive效果器關掉 變比較Rock的感覺 然後呢像我可能開一個Clintone加Delay的話 我都可以先預設寫好 你有沒有覺得你的專利被我搶走了 我剛才你在想這件事 哈哈哈哈 所以簡單來說我覺得 MG400 他其實在設計上已經有很多地方開始朝著更高階的設計去走 可是他還是維持在一個很穩定很平價的價位 我覺得其實剛以SIMS模式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我覺得兩者最大的差別是 因為像這種高階的縱效 他用了比較多的踏板 所以其實你在切換的時候是可以隨意切換的 但是比如說MG400他的操作踏板只有三個 而且有兩個要留給Preset切上下頁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我只能用輪波的方式 三個場景在輪 那我沒辦法比如說我要1切3或3切2之類的 我只能照這個順序一直loop他 然後我覺得比較硬傷的還是操控性上的問題 那當然體積的大小或者是他裡面的元件多掛 其實都會造成就是一個商品的價位的差距 控制性我覺得是最大差別在中效上面的話 如果你要說兩個另外的差距就是 就能串的東西多跟掛這件事情說實話 比下我其實還是稍微要比較一下音色 我覺得重點不是在於說比較好聽 而是說能不能調出基本台作的東西 那破音的部分呢 破音部分是我這次調比較多的 就是我多塞了Noise Gate 然後我把音塔都移到前面去了 音塔都移到前面去了 然後我多開一顆Tube Screamer 我剛才你聽到Gent的那塊一聲呢 因為是Telecaster 對阿就是好Gent 他有一個鐵味 然後Fant的那個快聲其實很容易做 所以你不覺得現在有很多團都拿Tele 就是會這樣 有一段時間也有很多拿Stread 可是最近Tele是真的比較多人在用 就是他有那一個 就是他有那一個 雜訊很大 嗯單線圈啦這沒辦法 這個是先天性上的狀況 飛得好細 對我早就料到你會用JCM800 所以我現在JCM800 阿不然捏 這補一下那時候不是一起寫的 然後像我剛剛聞說 就Rock Tone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就專 就只有JCM800 加一個Marshall Cap的模擬 嗯對 對因為JCM800是一個比較Logang一點 我剛有crank了 對所以我們crank一下 dai Dai vaak 哈哈哈哈 兇殘程度是一樣 - 乾淨它比較不髒嘛 對 它比較沒那麼髒 對 我覺得就比較沒有那個野味啦 我覺得這個科技感就是比較重一點的感覺 科技感嗎 對啊 拿接線800GENT欸 我覺得這個乾淨程度有點口糞 - 我覺得不是乾淨欸 - 它有個Gate開很快 也不是Gate 它就是這個精緻吧 - 比較精緻的感覺 整體來說我覺得像它剛剛味道蠻對的 我覺得這個主要是在說 因為像我自己習慣是亮度會比較再高一點 - 我好像沒有開那麼高 這每個人在調通習慣 我們剛剛沒有對參數 還是我們現在來對參數比較有力嗎 現在是同一個參數PK 對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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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個性比較 就是那個頻率上面好像 偏重低頻多一點 對我覺得它好像保留的東西比較多 像這個東西就 它有砍過了 對它把它弄得很乾淨 可是原則上我們在 幾乎一樣的音箱 一樣的喇叭 一樣的麥克風的位置 幾乎一樣的位置 就是我們基本上讓他參數 盡量維持一致的狀況下面 當然是各家做的Capture 但是就是盡量都選擇同一個東西 然後盡量相同的參數 可能在音量上 level 上有一些不同 但基本上是一樣的 對沒錯 說實在話以音色來講我覺得 差異度可能真的沒有那麼大 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當你進入一個團裡面 這個差異會被拉很小 但是我覺得MG400 有幾個東西是可以提的 就在說因為像他不是觸碰螢幕對不對 他有很完善的電腦去遙控功能 就連上電腦 你可以去更細的調整他的參數 然後那個介面會更 你現在根本就在嗆Neuro DSP 還沒把電腦界邊開發出來 對他到現在還沒做出來 我是沒有影響是在說他是觸碰螢幕 這件事情我覺得還好 但你還是在嘴他 對你答應過的事情要做到 下面歡迎QC使用者嗆聲 希望下次更新會有更多 他曾經答應過的事情要辦得到 對那MG400他其實他還是有一些升級的功能 像他其實可以輸入第三方的IR 他也可以輸入第三方IR 對就等於說你的音效模擬的 真實度會更大幅的提升等等 說實話就是MG400 我們現在雖然這樣測試 但是他還有很多個提升的空間 而且NUX他是一個很愛更新的牌子 對 時常送你新東西 就你已經買了他就一直塞新的東西給你 對 像怎麼PV的音箱啊 5150的音箱等等的 就這些在後來更新其實都會有慢慢出現 對對對 對 所以說如果你對MG400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我們 YSOMART 如果你對QC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我們過去的節目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別忘記訂閱按讚我們的頻道喔 也可以記得追蹤YSOMART的 Instagram還有Facebook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進入今天的YSOMART 沒有了